有钱人真的是变少了 最新的活人财富报告里面显示 去年高净值人群的资产明显缩水了 而且是越有钱的人缩的越多 拥有一元资产的 这种算是超高净值家庭 数量只有13.3万户 比上年少了4.1万户 拥有千万资产的属于是高净值家庭 数量208万户 比上年少了22.7万户 而拥有600万资产的算是富裕家庭了 这种家庭的数量少了4.1万户 这也是我们15年以来 第二次出现高净值家庭的数量下降 并且他们的总财富也缩水了3.6% 首先得知道有钱人减少了 有的其实是离开了 像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的高净值人是在减少 可是东京 首尔 纽约 新加坡的高净值中国人有增加 去年1到10月份 日本东京23区的中国登记居民增加了19000多人 还有韩国 去年房产的外国买家数量创下记录了 其中有七成多是中国人 还有新加坡 买房拿绿卡的人数也不少 最近听说的两个大佬 一个是张磊 一个是沈南鹏 那么留下来的富人们是怎么变穷的呢 去年底公布的富豪榜上可以看到蛛丝马迹 首先财富50亿以上的富豪 一共有1241位上榜 同比减少了5% 跟两年前比减少了15%了 这个比例真不小 而变穷最多的是王健林 少了500多亿 碧桂园的杨慧炎少了300亿 还有红星梅凯隆的车见新干脆就落榜了 你会发现这财富大幅减少的 大多数是房地产富豪 另外呢 这次公布的 一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的结构上 也发生明显的变化了 企业主有上升 升了4个百分点 达到了79% 职业股民和房地产投资者 都各自减少了两个百分点 而资产千万的家庭构成的最新数据 是52%是老板 34%是打工人 8%靠炒股 6%靠炒房 看来打工人财富的天花板 最多也就是在千万级别了 亿万富豪几乎都是企业家和职业投资人 另外呢 去年不光实体经济困难 炒股买房的日子更难 最近不有个数据说吗 全国房价在过去一年里面 平均下跌了23% 那活人榜里面 600万以上资产的家庭 被算为是富裕家庭 可是这家庭在一二线城市里 其实也就是一套房 大多数家庭的财富结构不要单一 主要就是房子 资产性收入要么就没有 要么就是在股票基金上 再看看连续跌了几年的股市 难怪富人里面职业股民减少了呢 活人还预测 中国在未来10年 会有19万亿的财富传给下一代 未来20年 有51万亿的财富传给下一代 而未来30年 有98万亿的财富传给下一代 未来这个财富增长的大趋势还在 经济也还会慢慢的继续向上 但是作为一个个的普通个体 咱们要考虑的是 如何保住自己的阶层和财富 这个事情在未来的难度系数 恐怕不会降低 那房产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房产变现后投资什么呢 总不能只压住股票基金 等等的风险资产吧 那样恐怕更加会大起大落 像一些避险资产 什么黄金国债保险之类的 恐怕也得好好研究一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